在活動記者會上 知名主持人遠遠 邀請新世代科幻女團HUR 為音浪投誠活動來宣傳造勢 為了振興投誠觀光經濟 同時兼顧防疫考量 投誠公所宣布舉辦 音浪投誠音樂饗宴 將透過三種管道 發送免費的入場券 而且也會透過臉書 還有電視直播 讓民眾在螢幕前也能欣賞 超強卡士的演出 像是911還有Ella的強勢登臺 既然我們有1,000分 叫我們的男教授 拜託我們代表和女教 來跟我們道祥祖 來跟我們發放 他的部分 將對我們投誠 這些登記合法的這些理事業者 還有包括我們頂到 我們辦公的美食節 前35大的美食家 他們才會專家 然後再來 還有我們的鄉庭 還有我們的傳統市場 還有剛才我們告的 我們的主理是我們衝浪 衝浪業者們一起結合 我們會把票 也會請他們來協助發放 另外 我們有大家最緊張 很正義的說 日本路開始完完 為什麼馬上人就都票都拿完 這是事實 我們在當時 我們已經開放 結果秒殺 我們就是透過全國 轉播的方式 是地級當場轉播 有我們的東升超市 三台東升新聞台 還有東思粉絲團 另外我們可以介紹 米安有限 米安有限的第三台 也同時會同步播出 十月十六號晚上六點半 在投城烏石港盛大登場 現場也會提供六百張的入場券發送 而基於防疫 總人數將控制在四千人 最強一號就在投城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採訪報導 防疫情報道